好,小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很高兴来到故事时间 那今天我老师要和小朋友们带来的故事是 彩虹谱 小朋友们注意观察一下 画面当中会有哪些人和动物呢? 哎,很棒 彩虹谱 很久以前,在意大利的山里有一个蓝色的湖 湖里住着一个长得可爱,声音好听的水仙子 每一天,水仙子不适合 湖里的鱼儿,水塔玩耍 就是和森林里的小鹿追来跑去 或者坐在湖边唱歌 欣赏颜色多变的彩虾和小花 有一天,水仙子又在湖边唱歌 他优雅的歌声穿过森林深处 穿到了魔法师的耳朵里 魔法师,魔法师跟着歌声来到了小湖边 发现可爱的水仙子就想把水仙子捉回去 做他的同伴 他悄悄地落到水仙子的身后 水仙子正唱着好听的歌 一点也不知道 就在魔法师要捉住水仙子的时候呢 一只水塔突然从湖里面冲出来 将魔法师转到 水仙子一看到魔法师凶恶的样子 立刻钻进湖里 就是不敢出来 可是魔法师不肯放弃 常常用不同的滑着想捉住水仙子 有一天,他又做了一个神套 想套住正在和小鹿玩捉迷藏的水仙子 没想到呀 他却套到了小鹿 被小鹿拖着跑 皮都磨破了 好痛,好痛呀 又有一次 他在地上挖了一个大洞 上面铺了草和树叶 他想偏水仙子掉到洞里面去 可是没想到呀 最后掉进洞里的却是他自己 爬了好久 他才爬出来 用得全身脏兮兮的 有水塔 小鹿和其他小动物们的保护 那魔法师实在是捉不住水仙子 魔法师只有去请女巫帮忙 女巫告诉他呀 要捉住一个女孩子 用暴力是不行的 你应该要温柔一些的方法 比如说拿宝石 才会成功 不是 就在魔法师的耳边 基里咕噜 教了他一个办法 魔法师 依照女巫的指示 假扮成一个宝石 商人来到湖边 他用魔杖在天空一发 天空立刻变出了一道美丽的彩虹 那彩虹的颜色 照得水里赏赏发光 十分的漂亮 水仙子呀 在湖底看到湖面上 有各种各样美丽的颜色 于是他就赶紧浮出水面 来欣赏 这时候 水仙子看到 假扮成宝石商人的魔法师 正在用剪刀 将彩虹的一端剪下来 放在一个盒子里 盒子里散着五颜六色的 闪烁着五颜六色 实在是非常漂亮 水仙子忍不住走过去 问魔法师在做什么 魔法师假装温柔地说 我在用彩虹做宝石呀 水仙子一看 盒子里面有许多颜色 非常漂亮的宝石 心想 心里很喜欢 就求魔法师送给他一个 魔法师看到水仙 散诞了 心里很高兴 但是他没有表现出来 他还假装围团地说 可以呀 只是这些宝石 是要给公主定做的耶 如果你真的很想要 可以和我到彩虹的另一端 我再做一些送给你 水仙子好开心 于是就跟着魔法师 走到森林里 去找彩虹的另一端 这时 湖里的鱼急得跳出了水面 水塔和小鹿也不停地 挡在了魔法师和水仙子的前面 想阻止他们进入森林 魔法师已生气 不小心拿出魔杂 想赶走 这些动物 水仙子才发现 自己差一点就被魔法师给骗了 赶紧呦 逃回水中 魔法师眼看就要 捉到手的水仙子又溜掉了 大发脾气 他让湖面掀起了大浪 还将湖边的花草 树木都丢进湖里 最后 没东西扔了 就将天上的彩虹也摘下来 丢进湖里 最后 很生气地离开了 发誓 发誓 再也不回来了 从此以后 这座湖一年世纪都赏着七色光芒 成为人们口中的彩虹湖 好 小朋友们 吴老师的故事讲完了 那请问这个故事的名字叫什么 那故事中分别由哪些人物和动物 发生了什么事情 为什么 他会将那个湖为彩虹湖 好 那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你的聆听 记得要和妈妈分享哟 感谢观看